假設如果那一個停紅線的人 他是為了救路邊的一隻小貓 所以他趕快先停下來 然後他跑去馬路 因為要把你光暴起來再救過來 那你還會檢舉他嗎 所以這就是 條的法律就在那裡 規範就在那裡 可是你還是要有彈性的去看 很客觀的去看待這件事情的宣報 但紅線沒有彈性啊 八神像的地方大概就這樣 對 他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吵了一件事情 就是車子停紅線的件事情 對 就是你們覺得 如果你現在有一台車子停紅線 你們應該要去檢舉他嗎 對啊 就是你們一看到的時候 不會 所以我們一看到 可是有一些人會 雪服就是會的那一刻 不是啊 因為如果他造成人家 就是 也不是說檢舉 就是一定要 自止 對 然後我跟你說 那假設如果那一個停紅線的人 他是為了救路邊的一隻小貓 所以他趕快先停下來 然後他跑去馬路 因為要把你光暴起來再救過來 那你還會檢舉他嗎 就是 所以這就是 條的法律就在那裡 規範就在那裡 可是你還是要有彈性的去看 很客觀的去看待這件事情的宣報 但紅線沒有彈性啊 可是 好像後來才對 這就是問題 他一次應該被趴到我解決 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不是 不是在太跑的時候 我比你小顏 八成像的第一 大概就是這樣 他現在就是這樣 他停紅線就代表他知道他會被開發單 所以他就回去救救 他已經不知道了 可是他也許沒看到 他長的 他長的 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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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線 對 下一題 下一題 其實選舞他也有這種 那個很強烈的正義感 對我講話 是這樣嗎 是 對 然後 所以他在飾演你小顏的時候 他就會把自己的一種 感覺加進去的 對 我覺得這個路是對的 你正在想之外 感覺有點執念 這種感覺 就覺得對的東西好像就是這樣 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就直接這樣 對對對 嗯 就是他整個節奏跟思考的技術 我覺得李小顏 真的是有百分之八十下 所以那個八成是他們說的 那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會讓苦力 我因為有個這種律師在現場 我會覺得會被罵到翻了 罵到 可是他在裡面是 沒有意思 反正就是 他就是一個 狂妄 狂妄 精打氣算 然後不吃虧的律師 然後從來 可是我是為了 是不是我 是流浪是為了特務著想 對 我覺得 流浪跟曉雲 有的差別 在於我覺得正義是同樣的 可是他會覺得 當事人的利益為主 而不是所謂的正義 因為如果你正在正義的話 你會讓警察玩 或者把關掉 吃貓 然後 沒有 好 小心 小心 沒有 這個律師 你就要把律師 他別幫 需要發聲的人發聲 對啊 對 就是這種感覺